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种菜 赚钱为我上学 为你上学 你是家里也是读生子吗 不是 我有一个姐姐 图老师 我就是这样 吉祥呢 他学习特别好 全年级504名是排名 全年级第二名 他在小生初的考试的时候 考到了全阵第一名 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不容易 他姐姐现在读高中 随着他们俩的越来越大 需要经济支出也会越来越大 然后但是他们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就是他的爸爸 而且收入也不高 对于以后来说的话 压力是很大的 我们问一下刘老师 他们的学习环境 校舍 课桌 真的跟小片里是一模一样 对 我们那个地方都是那样的环境 这是你们小学是吧 对 这是我们所在的 叫什么大财小学 对 这是我们学校今年做的 那个校园文化建设 这是我们学校的全景 然后旁边这一栋呢 是我们那个教学楼 这是我们的上线队活动室 学校不是那个教室不够 不够用 然后这栋呢 就是那栋老的那个教学楼 把它改成了那个上线队活动室 这是干嘛 就是破课桌是吧 这是我们上课用的那个 上课的那个宁山 我们上课下课集合 我们就是用的就是这个中 这是我们图书脚 这就是我们的学校的那个图书 三路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比较偏远 然后呢 能够修成这样的路都很不容易 然后全都是那个泥沙 十块呢 像比这个大的有很多 很多同学在上学的时候 都要走很远的路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个 这小女孩 旁边的大人是他的爷爷和奶奶 最左边的这个是他妹妹 这个每天上学要走多少里路啊 大概两个多小时吧 早上几点钟起啊 五点过吧 五点钟就要起 然后走两个小时七点钟到学校 对了 你知道今天盈盈姐姐的心愿是什么吗 就是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都陪陪我们 有关于盈盈姐姐的这个心愿 我们拍了一段VCR 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 小子爸爸这么多年在外面打工 一直都没有很好地陪在你的身边 爸爸感到很愧疚 听说你的学校 老师说的成绩一直都很好 爸爸感到很高兴 每当爸爸在外面看到别的父母亲 陪着自己的小孩之后 爸爸看到别的小孩子有多开心 爸爸的心里都有多痛 多么想听听你们的声音 听到你们的声音的时候 爸爸感到很幸福 听到你们需要爸爸妈妈陪在身边的时候 陪陪陪在你们身边 爸爸跟你说声对不起 这谁的爸爸呀 是你的爸爸呀 这眉毛特别的浓是吧 是 看看今天爸爸有没有来到现场 好不好 好 来我们到这来 回头 爸爸会不会出现呢 他说爸爸想你啊 不管在哪里 就是一直心里面都是在挂你 一年 这一年了 爸爸我想你了 爸爸这么多年在外面打扰了 爸爸难得很回旧 都不想听你们的声音 这一年在外面就那么忙 都不能回来一趟啊 也没办法 我心里也很难受的 我每当在外面看到别的小朋友 自己的父母亲 陪在身边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觉得 我就有多痛心 以后有时间多长回来看看 好不好 因为我们一年四季也是在外面漂泊拍戏 那常年也见不到父母 那其实很能理解和体会这种心情 那今天我来到这个节目呢 我有很大的感慨 就是我觉得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很多 我希望呼吁大家 呼吁电视机前的朋友 我们一起携手 团结是力量嘛 那大家一起来帮助留守儿童